我手上拿的是一件由瓦特尔和阿里瓦贝内亲笔签名的法拉利F1车队的衣服 我还没有减肥到可以合身的穿下这件衣服 而如今这两位却都已经离开了法拉利车队 小阿带的蛮好的 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 OK了 打住 今天我不是来说F1的 这期新车闪送 我要为大家抢先静态实拍一台法拉利的新车 SF90 Spyder 这是法拉利旗下首款量产的插电混动的跑车 它的电池组7.9千瓦时 被布置在了座位的后方 纯电模式下 它的续航里程是25公里 动力系统由一台发动机和三台电机组成 发动机780马力800牛米 后部一台前部两台电机 一共是220马力 那系统总共可以输出高达1000马力的最大功率 最高车速340公里每小时 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是2.5秒 那么0到2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7秒 我曾经开过0到200公里每小时加速不到8秒的敞篷跑车 在全力加速的时候 真的是世界瞬间就模糊了 我不知道7秒就加速到200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样的体验 那么除了快之外 容易驾驶也是这个时代的超级跑车所必须的 那么法拉利的工程师把动力系统 车辆的动态控制系统以及高压系统的控制都集成在了eSSC 电子侧滑脚稳定系统当中 那么这个系统会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来主动分配以及单独控制 4个车轮的扭矩 从而提升这辆车的灵敏性以及稳定性 那么当然要做到易于驾驶 空气动力学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辆SF90 Spyder在25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下 可以产生高达390公斤的下压力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厉害的成绩 为公路跑车可以说是树立下了一个全新的下压力标杆 法拉利为这辆车使用了创新的专利解决方案 比如说这个闭合式的金翼 它可以根据车辆的加速度 角速度 方向盘的转动角度 以及油门和制动踏板的开度 以毫秒为单位来调节它的开启角度 像F8 488 458这些敞篷车型从外面是看不到发动机的 而SF90 Spyder就不一样了 V8的发动机就静静的躺在那里 在发动机的前方那个区域是顶棚的收纳区 SF90 Spyder的硬顶在收起的时候只会占据100升的容积 传统的硬顶通常会占到150-200升的空间 得益于铝制的架构 这个顶棚比传统结构是要减轻了40公斤 那么14秒就可以完成开启和闭合 进到车内这是法拉利全新一代的内饰设计 方向盘现在是带有触摸控制的 看起来非常的棒 但是我个人认为唯一有一点小遗憾的就是 虽然它现在E-Malitano旋钮还是物理的 而且还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却把引擎启动的按键改成了触摸式 而且移到了中间这个位置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在原来那个位置的物理的按键 在方向盘前方是一个16英寸曲面的高清数字化的仪表盘 内置了全新的人机交互系统的界面 而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换掌机构 已经改成了这种格山式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改变 让SF90 Spyder的内饰科技感直接拉满 分享一个tips 如何分辨一台法拉利到底是注重性能的 还是偏向舒适的 那么看中间这块有没有大屏幕 像ROMA Portofino M包括GTC4 Lusso这些车型 中间是有大屏幕的 这些车呢相对来说就会偏舒适一点 而像F8包括SF90包括812在内 这些中间没有大屏幕的车 就是更加偏向于性能的 SF90 Spyder和812 GTS 售价接近的它们又都是硬顶敞篷 该怎么选呢 我想对于法拉利的潜在用户来说 可能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题 都买就是了 但是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做出一个取舍 一款坐拥千匹NG 而另一款可能会是 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最后狂欢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你们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新车闪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